这个文招又在放狗屁了 以前还认认真真的反驳一下他视频 我看他这个人也越来越没有逻辑了 你也没有必要认真反驳他了 最近两天一直在那里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开各种嘲讽 这让我想起了唐顿庄园里的那个老太太的一句话 你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你不冷吗 你不寒冷吗 对吧 尤其是他最近的一期视频讲什么 为了多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 牺牲了另外一部分人 这个太可耻了吧 对这个观点大肆批判 可是这个我倒也想请教一下文招 或者文招的那帮支持者 这次北美出现了寒冬 那么加拿大美国都冻死了一些人 对吧 加拿大美国都有很多的流浪汉 你们的北美 那既然你们要为了全世界的福祉 对吧 你先不用为了全世界的福祉了 你先为了你们北美的福祉 你们把他开开门 把这些流浪汉领家去 对吧 遇到寒冬 遇到新闻降低 就会被冻死 这不就是你们大部分人牺牲少部分人的一个表现吗 对吧 为了你们大部分人有房子住 过得好 你们把少数人弄到大街上去牺牲了他们 让他们去流浪 对吧 然后呢 气味一降低就冻死 这不就是被牺牲掉了吗 那既然你认为不应该被牺牲掉 那你应该把他们都开开门迎接家里 那放什么臭狗屁的 再一个就是那个什么 既然你们要为了全世界人民的福祉 对吧 还有了 那个都站在道德标准上 你们都没有道德 那你打伊拉克干什么 那不就是美国打伊拉克吗 美国打伊拉克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美国的这个石油利益吗 不就是为了美国人可以随意牺牲伊拉克人民吗 对吧 美国在打伊拉克杀了多少平民 YouTube上有很多证明了 对吧 有一个武装直升机上就是杀几个平民取乐呀 他们射击之后还乐得哈哈的 还有啊 美国在伊拉克首次使用了炸弹之母 而且美国这个炸弹之母炸的是什么 就是一群躲避空袭躲在那个防空洞里的平民 美国就是用这种炸弹之母这种相当于核弹的这种爆炸威力的这个大规模的杀生武器 直接对伊拉克的平民使用了呀 你们不是那个什么 要保护少数人民的利益吗 你们怎么不去抗议呢 你怎么不去五角大陆去抗议美国呢 还有加拿大 那这个特鲁多开放难民 加拿大人民都批评 那你批评的干什么呀 那个你们要保护其他的 保护弱势的 保护群贫穷的人民的利益啊 你也要让他们享受到民主和自由啊 对吧 既然民主价值是普世的 那你也得让其他世界人民享受不到民主的人 来享受你们这个普世的民主啊 对吧 你包括美国 秀什么墙 赶紧开放国界 赶紧向全世界人民发放绿卡 向全世界的苹果人民发放绿卡呀 对吧 你们要为了全世界人民的福祉啊 你们不能牺牲任何人 你们不能看着任何人受苦 对吧 你们要让任何人都生活在幸福当中 既然你们这么有道德这么高尚 你赶紧去加拿大抗议去啊 你赶紧去陈情去请愿 让那个特鲁多赶紧的开放所有的难民 向全世界困难的 贫穷的人发放绿卡 对吧 尤其是像非洲的人发放绿卡 像非洲现在 的艾滋病感染率非常高 就是光儿童 每年就有几万名感染艾滋病的儿童 对吧 他们 非洲这些儿童感染艾滋病 很多就是因为父母就感染了 而且缺少药物 缺少阻断治疗 那你们赶紧把它接到加拿大去啊 加拿大的药物是足够的 你得为了世界人民的福祉啊 你得为了让所有人呢 都能享受到你这个美好啊 你不能牺牲掉任何人啊 对吧 那你这些非洲这些 一生下来就感受到贫困 就是因为贫困啊 而遗传了父母的艾滋病 这些人等等 你从这个 很多道义的角度上讲 不就是被这个世界发展牺牲掉了吗 还有这个美国 美国的粮食生产是过剩的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在非洲拉美有很多国家的人 他是在挨饿的呀 很多科学家也好都计算过了啊 这个全世界的粮食是够吃的 那为什么那么多 挨饿呢 是因为他没 这些国家穷 他没有钱 他买不起 那你赶紧去抗议美国呀 对吧 你怎么能为了美国的利益 牺牲到 牺牲掉非洲拉美那些 穷国的利益呢 你为什么不把粮食免费送给人家呢 对吧 为什么人家没有钱 你就不卖给人家呢 你这不也是牺牲了 为了你们北美人民的幸福 牺牲了非洲和拉美那些穷国人民的幸福吗 你得赶紧让你们北美的人民 把你们的粮食 都卖给他们呀 北美 尤其是美国的粮食是完全过剩的呀 赶紧免费送给人家 一天天在那 放股屁 严重的双标 还有那一堆傻角粉丝 跟着动物就一银就高潮 简直是 说你们不要脸啊 都是抬举你们的 简直是一群脑残加傻逼啊 那好 这一期试完了 试完了 喜欢的请